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拍谁呀 我求求你了 我拍什么你不说啊 拍他院里那个偷拍 偷 偷 偷拍 拍后脑勺啊 你非给这老头干死吗 拿手机拍他的证据偷车就行了 剩一些报警 哥 我没带手机啊 我这儿有 给给给给 这还要吗这个 不要了呗 走吧 快来 快走 你看来 你看来 你看 我写啊 往哪儿 哎 哎 我怎么的了你这是啊 拍点鸟啊 好看的 到时候 兄弟 你那脑子咋的了 你妈生你的时候 是不把孩子扔了 把鸟扔起来了吧 哥 你看什么话呢 我让你拍这叫物证 你拍天有啥用 哦 这这这物证啊 物证拍这个啊 一会儿拍人证 明白没 我偷的呀 不就你一个人吗 拍那老头明白吗 老头也没来呀 一会儿就来 来来 三三 刚才我坐在院里 抄的抄的抄的抄 你骗我是不是 没有这儿 对一大河马呀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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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看见我了 拿一遮破碗 你是谁呀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哈利波特 骑个条逗你哈利波特 叫你这样 你骑个火箭 你也飞不上去 知道吗 你 哎 早看见你了 甭在那儿装死 说你呢 你谁呀 扶地抄 你们俩一套的是吧 干好了 过来 说实话 是不是贼 你看 贼喊说贼 你说什么 我说大爷 你说谁 说谁说你们俩 干嘛的 大爷 我们俩是大学生 大学生经罪礼呀 不管是干啥的 到我这院干什么 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 就那年轻人的社会问题 社会调查 对对对 就这意思 大爷 真是年轻人 太好了 行 调查吧 好好好 在院里行吗 行行行 坐坐坐 来 好 你们俩一 找地儿坐 坐哪儿啊 坐呀 一地儿坐 调查吧 正式开始 正式开始吧 正式开始 大爷 老爷 身体好不好啊 我这身体 好极了 有钱能买老来寿 好极了 好极了 眼睛怎么样 眼不拢耳不花呀 都挺好的 好啊 请您坐 咱接着说 你随便问 像您这个 这么好的身体 脑子有没有问题呀 聊半天 我脑子像有问题的吗 没问题就行了 好极了 随各方面 机能都没问题 才能够干这个事 是不是 干哪个事呢 没事 咱慢慢闹啊 不着急 大爷是这样啊 问您几个小问题呗 你随便问呗 看看您的脑子 行不行啊 行行行 我问问你啊 有个车啊 以八十公里的速度 把你创飞了 这是什么问题 给我创飞 你身体好啊 你干这个身体能不好吗 是不是 那我也不精壮了 八十公里的速度 给你创飞了啊 最帅的回答 爬起来是啥 那带我上医院 不对 那赔我钱 不对 那不知道 八十公里的速度 给你创飞 爬起来最帅的回答 什么回答 有请下一辆 我有病啊 我就那么精壮啊 我就 你有那好 好问题没有啊 你说点这个 有意义的 大爷 你听不听相声 那我当然听相声 再听相声了 相声里边 还有个谜语 说远看是小孩 近看月份牌 又像小孩 又像月份牌 月份牌上有个小孩 你看 好了 明白 大爷接着说啊 你随便说到 说远看是小偷 近看是小车 又像小偷 又像小车 小偷偷小车 说远看是老头 近看是小车 又像老头 又像小车 老头推小车 说远看是老头 近看是小偷 又像小偷 又像老头 老头是小偷 连起来一块说 老头是小偷 小偷偷小车 再简短点 那就老头偷小车 大爷 你是啥 我是老头 这是啥 小车 你干啥呢 偷车 站 不是你 不是你家的 给我绕的进去了 没绕你啊 我这么成偷车的了 哎呦 你发自内心嘛 行啊 大爷差不多了 挺好的 什么差不多了 不是就是前面的表现非常好 社会调查呀 不是你也没调查 你猜几个谜语 这调查是什么 还没完事呢 接着闹就有了 接着聊啊 行吧 录着 大爷 把年轻时候聊啊 这干多少年了 那我 干四十多年了 我在四行车厂工作呀 干四十多年了 那像现在这车啊 你拆装一辆多长时间 十了分钟 十来分钟 对 好 就这种车 你要是推出去卖 能值多少钱 我卖一辆四百 我什么时候出去卖这车了 这车不能卖 是 比喻吗 你说价值四百块钱一辆 那你院里有几辆啊 我院里连后院算上有八令 值多少钱呀 那三四千块钱 够判的 够判的 行 行 我怎么去 什么他说够什么呢 不是 我说 该吃饭的 那是该吃饭 该吃饭 一会儿中午吃窝头 还挺了解我 我喜欢那个粗粮 是吧 我爱吃粗粮的 那他的身身能吃几年了 窝头 那是什么 不是你这怎么了 话里有话呢 你要这么点脸的脸 别调查 您走吧 我们调查上 对不起大爷 得罪了 好吗 是是 多担待吧 担待什么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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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对 把这个钱呀 先给你 这是你要的零件 我给你买来了 行行行 你还别说 就上回那车呀 但是真好骑 我就爱听这车好骑的事 我看没有 我说是 这都是新的是吧 我消灯 他买零件 你不是 行 大爷 啊 这是你妈吧 孩子什么眼神啊 这是 这是我们老伙伴 哦 同伙 不是 怎么你一说话 怎么改同伙伴 伙伴 同伙伴 你爱怎么说 咱们说吧 行 阿姨啊 刚才 是不是给我大爷钱了 给了 钱干啥使的呀 那能搞你俩吗 你看 路没路 路没路 没路啊 没路 还说 说实话了 干啥不告诉我 阿姨 是不是给我大爷钱了 没给呀 阿姨 你怎么那么调皮呢 最后问你一遍 是不是给我大爷钱了 给了 钱干啥使 不告诉你 是不是跟小车有关 对 车是偷的吧 是 没事大爷 证据掌握得很确实 有机会跟警察说 报案去了 再见 这院里人够多的 警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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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早了 夜半三更 看天明 石东腊月 潘春风 警察在我的意念之下 来了 好 来的开始时候了 这个老头呢 在院里呀 是炙售贩卖 销赃一条龙的一个窝点 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 接下来你要干啥 过去 啪 给老头按那儿明明 把伤伤背靠 完了给老太子一块带上明明 这是一个老年人哪 打那儿这个做掩护 不能这样明白 上 行了 你别说了 我就为他来的 抓 没问题 上 抓 爸 让人误会了吧 哎 兄弟 你警察叫他啥 爸 涉及的案情比较重大啊 你拖住了 我上趟省公安庭 你站住 咋的呢 不是我站住怎么了 我站住怎么了 我站哪儿 我脚底下也是正义 就说 他是你爸 偷车合法呀 对吗 谁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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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出证据啊你 我有证据呀 他偷的呀 车偷在院里呢 他那是修车 修啥车修车车院里呀 他把大街上坏的共享单车 推回来修 那零件都是新的 都换我看见了 零件呀 是他提前买的 不可能 现在 谁信 这社会有这样的人呢 他就是这样的人 你行了 别 你说你说这还有什么 你逼他 我爸年轻时候就修车 岁数大了 他闲不住 行了行了行了 都甭说了 你看这院里 这么些个车 是不是 这两小伙子一说 我是怎么偷车修车 都让他们给套出来了 别说他们了 我都觉得我现在像个偷车的 爸 我跟您说什么来的 这车不能往家推 再说它坏了也轮不着您修啊 轮不着我修 我着急 那你们看的就是什么小黄车 小蓝车 小绿车 那我看 那就是我的孩子 这还不让修了 不让修没事 我给你们俩道歉 大爷给你们拘捅 不是 不是 以后不修了这事 不管了 看见不管了 行了吧 大爷大爷大爷 你看你看 急了 我不修了 不是 我怕吃窝头 我不修了 能修 能修 现在咱沈阳好多地方 都有人家官方那个维修的点 工具啊 零件啥的 都是人家带一分钱不花 是吗 您想看您上那致愿去不完了吗 他说这点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爸 但是我看您岁数大呀 就没跟您说 不想让您去 误会了 你这不说 那我成贼了 对不对 小伙子好 你领我去那点瞅瞅去 行啊 要不说行啊 我上那义务修车 我当致愿者 走 你完了吗 行 我俩给你道歉了 走走 那角在哪儿啊 在这儿 咱瞅瞅去 走吧 瞅瞅去